一座边陲古镇 为什么和翡翠结下不解之缘 这是那个孙中山对我们翡翠大王自律政府的高度评价 翡翠到底如何从深山老林走出来 变成古镇的旅游标签 哇这个太神奇了 游客来这儿又该如何判断翡翠的好坏呢 现在就是担心这个鱼是不是真的 我们家乡友谊保持 唐冲仿翠 即将播出 敬请收看 美丽中国行生态乡村游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大家都知道翡翠产自缅甸 但是您知道吗 真正将翡翠推广到全世界的 是我们中国人 而开启这段历史的是云南腾冲人 如今的云南腾冲是一个旅游热地 如果到那里旅行的话 不得不去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和顺古镇 今天我们就去这个与翡翠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边城古镇 展开一段别样的寻宝游 地处云南省西南边险的腾冲县 是一个自然奇观独具一格的旅游圣地 连绵不绝的休眠火山 仿若先进的热海温泉 神奇壮丽的湿地福袋 这些生态美景让来到这里的游客们流连忘返 要说腾冲的神奇啊 我跟您说一个数据 您可能会觉得惊讶 腾冲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具有99座的火山 是我国最年轻的火山群 科学家已经探明 这些距今已有3800年的火山 不是死火山 而是处在休眠期的活火山 这一发现给原本已经够威严和神秘的腾冲火山群 平添了一抹新的威严与神秘 以致人们在游山观景之时 心里会多了一份敬畏与刺激 不过让腾冲飞身海内外的 除了这些还有它的翡翠文化 而翡翠文化的发源地 就是我们今天要走访的一座古镇 腾冲从汉代一来 历来都是边疆重镇 同时它也是西南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600年前 明朝时的一部分驻军在腾冲留了下来 然后在这里开荒种地 取其生子 安居乐业 这个地方就是后来的和顺古镇 我们今天寻找的脚步 就从和顺古镇开启 来到腾冲旅游 一定要来到和顺古镇来看一看 我身边这位美丽的姑娘 就是我今天特意请到的导游 孙爱莲 嗨 大家好 在咱们逛之前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和顺古镇和翡翠有什么关联呢 这个问题已经问对了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古镇 它有600多年的历史 在历史上 这个小镇里面 曾经出了三个翡翠岛 等会儿我就带您到里面看一看 那我们现在去逛一逛 走吧 走 走进和顺古镇 这里除了保存完好的古院路外 最吸引游客眼球的 就是街道两边随处可见的翡翠店铺 它仿佛在告诉我们 古镇与翡翠的渊源 用当地人的话讲 和顺古镇的历史离不开翡翠 没有翡翠 就没有和顺古镇当年的辉煌 这里最大的几处古院路 多半是翡翠商人的居家老宅 我们现在看的这种宅子呢 就是和顺非常有名的 虎翠大王寸尊府的估计啊 来到门口吧 我们看到八个大字 华侨领袖民族光辉 这是那个孙中山 对我们虎翠大王 寸尊府的高度评价 他为什么会对 孙中福先生有这样的评价 你知道吧 那在那个广州的 黄花等题当中 有百分之七十的经费呢 都是替孙福先生 一个人资助的 百分之七十啊 寸尊府先生是这处老院子的主人 他是民国期间 和顺三大翡翠大户之一 门口墙上的浮雕 记录着寸家支持革命 以及艰苦创业的辉煌历史 四百年前 寸家的祖先 也和当地许多人一样 开始走一方 在边境一带 以及缅甸和泰国 做一些小买卖 马崩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盛行 寸家祖先在走一方的过程中 接触到了缅甸的翡翠 于是开始经营起了翡翠 到了寸尊府手上 开始越做越大 当年分店都开到了上海广州等地 这处老宅 就是当年寸家翡翠老字号 福盛龙的商铺 从建筑风格上看 当年的寸家 已经是富甲一方了 这是一栋中西河壁的四河院 这个宅子在我们河顺 算是最有代表性 最精致的宅子 中西河边 是 那这个中西都体现在什么地方 中呢 你看它就是中国传统的四河院 然后西市呢 你看我们看一下 楼上这些钢窗吧 都是在以前 村尊府老先生家 从英国那边进口的 在这种钢窗吧 以前相识在中国传统建筑当中 是我们合适的一种时髦 包括楼上那个蓝色的窗子 玻璃窗 也是从英国进口的 在这个两层的小院里 我们惊奇的发现 当年的老字号福胜龙 虽然不见踪影 但是翡翠的金影仍然的积蓄 和路边的店铺相比 这里的翡翠 仿佛有了更深的文化标签 络一步觉得游客来这里参观时 都不仅要驻足欣赏一下 美丽的翡翠 金影剔透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非常好 在我们中国 尤其在这个腾龙这边 就是说它这么多年来 大家那么多人就喜欢它 必定有它很就是精华的 就有些意义在里面 都是挺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 就是颜色光鲜亮丽 看着一种舒服的感觉 这里的话 在一百多年前 它就是一个生号 翡翠生意就从这里 走到东南亚各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村尊福的后人 年轻的老板雷浩 立志要坚守当年祖先的荣誉 恢复了老字号的名号 虽说如今的柜台 比一百多年前的老字号 要漂亮多了 翡翠品种也多了很多 做工也更加精细 但是经营翡翠的理念没变 那就是不能把翡翠 作为一个商品来买卖 而是要当成一种文化来传播 这一点得到了现在 腾冲翡翠商们的广泛认同 这个多少钱 两千 两千 这个呢 两百万 两百万 对 差这么多 是啊 我看这大小两个 差不多的玉镯 价格的差别是这么的大 俗话说黄金有价 玉无价 说的一点都不佳 那作为狱中之王的翡翠 由于其优良的质体和丰富的色彩 也是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喜爱 或是佩戴或是收藏 翡翠的价值也是如日中天 节节攀升 咱们这个手镯到底好在哪 为什么这么贵 像尤其这一只手镯 这个是老坑种的手镯 第一 他带的是帝王翠 帝王翠 对 种子相当细腻 像这样是可以达到收藏级别的 店老板叫刘中山 大家习惯称他为老五哥 他也是土生土长的和顺人 和雷浩一样 家族都是做翡翠生意的 到他这儿已经是第五代了 老五哥告诉我们 为什么翡翠价格攀升得如此厉害呢 原因很简单 翡翠原始产自缅甸的八个矿区 这些矿区都是在深山老林里 运输只能靠向拉马驼 成本很高 加上如今 原矿石的资源逐渐稀缺 高端产品的市场供应 确实是供不应求 因此价格自然是翻着背的涨了 翡翠不仅给古镇的后人带来财富 更成为当地的一个文化旅游标签 翡翠从明代初期兴起 在清代开始盛行 自古以来 腾中人便崇尚翡翠 爱惜翡翠 在家中 茶馆 酒楼 茶余饭后 翡翠是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 无论大人孩子 许多人都可以把一串串翡翠的传奇故事 讲得出神入化 腾中人手上带的 身上挂的 家具装给收藏的 大多是翡翠 会心房友 谈婚论嫁 送了礼物中最贵重的也是翡翠 可以说翡翠 浸润了腾中人的生活 像小娃娃 磨牙棒 也是翡翠做的 它不满周术的时候 牙齿还没有出 翡翠给它带上 磨它的牙根 磨牙棒 第一次听说 用翡翠当磨牙棒的 大娘你好 您这镯子戴多少年了 戴了五年 你看 大娘的两只手好像颜色还不太一样 戴镯子的这只手明显叫 比没有戴的这只颜色要亮了很多 而且这个扳纹也会少了很多 翡翠的神奇功效我们无法考证 但是当地人都相信 欲养人 人养育的说法 所以 但凡收了好的翡翠 都是如获之宝 他们不仅自己爱不失手 还把这种乐趣传递给了更多的人 也有小贴士 神农本草 本草钢木等古代医药名著中都有记载 玉石 有润心肺 养五脏 输血脉 铭耳目等了小 翡翠中还有对人体有益的十多种微量元素 如金 银 龟 铅 铁 锡 锡 锡 铭蒙等 腾冲翡翠加工业始于明代中期 兴于清代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 腾冲一直是缅甸翡翠最大的集散地 交易中心和加工基地 也是全国唯一的进口通道 经过腾冲历代商人的经营 玉石流向了四面八方 经缅甸八末 仰光 尔大新加坡 苏门达拉 印度雷多等地 竟由昆明至广州 上海 香港等地 腾冲人经营翡翠 如同经营自己的生活 把翡翠卖给外地人 也把他们的文化和祝福带给大家 在腾冲啊 是有很多的翡翠市场 那游客来到这里 到底去什么样的地方买 怎么挑选呢 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高人 腾冲翡翠协会的断生顾名市长 断生顾名市长 断生顾名市长您好 您好 今天能不能带我们去 近距离地感受一下 翡翠文化和翡翠市场的氛围呢 行 好 走 走吧 到腾冲旅游 不买点翡翠 肯定是件非常遗憾的事 这里的店铺翡翠城到处都是 河顺古镇旅游 城区也是随处可见 为了把古镇旅游文化和翡翠 进行有机的结合 稍计规模的翡翠城都建得古色古香 和河顺古镇一脉相承 当地人相信 经营翡翠就是在经营文化 翡翠不仅是商品 还是文化的使者 他身上凝聚着腾冲人 赋予他的四百多年的历史传承 在一处翡翠城的博物馆里 我们见到了当年前辈们 加工经营翡翠的见证 我们年轻时候 就是解放以前 都是在用这个 没有其他加工工具 用这个来检疫 他是一个公平的 就是他是这样 这很像一个公平 一般是两个人 他还要放手 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就得 看好感觉 你看他要解决 他大概半天 半天 为了更清楚了解到 腾冲经营翡翠的历史 段秘书长告诉我们 在腾冲老城的地下 经常能挖出 以前做翡翠扔掉的边角料 如今 这些边角料也值了大价钱 那这个岂不是一直在地上挖 你看他抓着一会儿 他的声音不一样 声音不同 像这个 你看这个 做起挖件来还不错 是不是 其实基本上就是 这里没有很多这种 以前用的翡翠的费量 现在挖出来以后 都可以再加工 再变成现在的宝贝 变成现在的 小挖件啊 正是由于交通运输 和现代工艺的进步 翡翠才以更快的速度 流入市场 腾冲人才能把翡翠市场 做达做强 以至于腾冲因翡翠 而飞升海内外 为了不辱墨祖先经营的 光辉历史 腾冲人秉承着 诚信经营的理念 只要是正规的店铺 无论在哪家 你都可以放心的购买 不用担心买到假货 也就是所谓的 B货或者C货 我们建议你们到店铺以后 砍完价交完钱 锁要发票 如果今天定是假货 可以到珠宝协会投诉 保证假一赔十 那么看翡翠要从哪些地方来看它的好坏呢 翡翠的好坏也就是其价格决定于以下四个方面 种 水 色 宫 种是指翡翠的结晶程度和颗粒细腻程度 也就是它的质地 结构越细腻 价格越高 按档次高低大致分为玻璃种 冰种 油种 豆种等 其中玻璃种是极体 水指的是翡翠的透明度 透明度越高 价值越高 色指翡翠的颜色 翡翠颜色丰富 可分黄 白 绿 红 紫 黑 蓝 七色 高档嘴翠是纯正绿色的 工当然指的是雕工工艺了 行话说得好 一分料一分工 雕工的好坏至关重要 好的工艺标准是根据料来取材 突出美的色彩和质地 构图要协调新颖 设计要巧妙 当然这也取决于购买者的欣赏角度和个人喜好 是种重要性 还是色重要一些 种色都重要 种好一分架架式的 学好一分架架式的 都是一样的来对比 你看它这个主要是种比较好 又飘蓝花 而且相对来说还比较精英 这个通质感好 这个是上百万的准色 上百万 那如果这里要飘点绿色的话 这个如果像它飘的时候是这个色 那个时候可能就要是说要上千了 要上千万 还能起码要五百万以上 像这个是桌子 它就是因为种不够 种水不够 基本上都弄的 它的颜色是比较整的 这个也是上百万的 但它贵在颜色上 这两百 这四五千 这个是要差不多就十万多月 十万 十万多月点 这个就要上百万 这个也是要上百万 这个在这里 这几几水里面 这就是主要是卖整水 这就是卖颜色 卖颜色 在很多地方都有赶集 那在唐冲呢 也有专门是翡翠珠宝的赶集 而且我今天正好是赶上了 对 像这种赶集是每天都有吗 不是每天都有 我们是五天赶一次 五天一次 五天一次 那像这种市场是什么性质的市场 这个是一个自由市场 它是批发零售间 相融合的一个市场 原来这是一个翡翠的自由贸易市场 不说我们还以为是在光菜市场呢 那么在这里买翡翠 和翡翠什么店铺买 有什么区别吗 段秘书长告诉我们 因为减免营业税收的费用 所以这里的翡翠 相对来说价格会便宜一些 砍价的空间也大了很多 他买了三个 对 他给的家是一万五 因为我们经常跟他拿货 都是朋友的 所以他也是给 最优惠家 现在是九千六成交的 哈利来 我们是福来的 那你来到这个感觉市场 想在这买翡翠的 有这个商货 您这买的是什么 平安控 给他要18块 然后我给他12块 就成交了 如果是批发的话 他就给你批发价 如果是零售的 他就给你零售价 随着收藏市场的升温 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腾冲翡翠叶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2012年 腾冲进口翡翠毛料300余吨 加工产值31亿 销售收入60亿 如今腾冲有三万多 从事翡翠叶的产业大军 人才集体 新美的翡翠 为腾冲的旅游发展 带来了无限的商技 在很多人看来 翡翠是少数人的奢侈品 腾冲人结合翡翠悠久的历史 如今把翡翠打造成 在全世界都具有影响力的产业 从事结合古镇文化 发展出一条全新的旅游路 让普通人在旅游的同时 也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 翡翠的魅力 美丽中国行 生态乡村游 我们继续前行 河顺的历史 是腾冲的一个缩影 古镇风韵 给极边第一城的腾冲 增添了别样的风景 这几年 随着腾冲的自然景观 如火山热海 湿地旅游的开发 越来越多的人 来到腾冲旅游逛逛 如今 又有了翡翠的吸引 更是锦上添花 翡翠为古镇增添了一抹亮色 古镇又赋予了翡翠 更加深厚的文化内涵 二者交相呼应 让河顺古镇的乡村游 具有了别样的韵味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小小文丸核桃 重不过几两 大不过手掌 但却价值不菲 究竟文丸核桃的魅力在哪里 它的收藏市场里 就有着怎样的财富机密呢 这对好像明显比那对好 美中国乡村行 我们家乡有一保质 文丸核桃 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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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